我们看到相关预测表示 说中国的芯片产能会在五年内翻倍 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芯片 报道指出 虽然现在7纳米这些先进制成的芯片 被美西方所限制 同时半导体设备也是禁止中国买入的 那么中国的芯片能力制造的翻倍 会将在28纳米成熟制成的芯片上得以体现 那么产能的预计是在五到七年内增加一倍以上 增长的幅度也大幅的超过市场的预期 同时我们看到外国的市场机构所调研的报告 说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在大力的去采购重要的芯片制造设备 以支持产能扩张并且增加供应 像荷兰的ASML和日本的东京电子在内的相关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 2023年来自中国的订单几乎是翻了两倍不止 是 这是一个好消息 看得出来虽然美国有芯片法案 但是中国还是蹲好马步不急 一定要做到什么5奈米 3奈米 至少把28奈比成熟制成做稳 因为中国自己非常清楚 这个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双赢的局面 因为理论上来讲中国的电动汽车 现在大概一部汽车需要用掉的汽车用芯片 大概价值1000美元 买进来要1000多块美元的芯片装在车子上面 那等到自动价值的时候 听说这个芯片买的金额 大概会值奔1500块 一辆1500 听起来不多 但是中国一年做几百万辆 对不对 甚至全世界也有那么多车 将来都要用到28奈米的芯片 因为28奈米这种车用芯片 现在是主力 对一部车子来讲没有芯片 这个车子就别跑了 所以来讲现在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这个会愿意投那么多钱 大量开始制造28奈米成熟制成 实际上是看到中国的电动车自己需要 因为你这个如果自己做不了这个28奈米 将来就算你做电池 但是在电控电机方面 你没芯片 你还是被别人卡脖子 是 而且中国现在呢 因为7纳米被脖子卡得很严重 所以退而求其次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我们生活中的所需要的物品 像汽车我们刚才有说到 说一辆汽车大约需要1600到1700个芯片 它需要的纳米数 根本用不了7纳米那么尖端 基本上呢都会是在这个16纳米到90纳米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芯片数量 都是成熟制成的芯片 所以一旦中国的成熟制成的芯片 它的产量越来越高 首先供给国内的这些 我们刚才看到电动车市场 同时呢多余的还能用来出口 是 那别的国家也坐车嘛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2019年呢 这个年底到2020年的时候 疫情爆发 新冠疫情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芯片呢出不去 美国的汽车厂听说 这个车呢组装好之后呢 就停在这个运不走 不能运走 工厂没地方摆 摆到到处外面 马路上都是堆在那里 等什么 等芯片 那芯片来了之后 这个车才能拿去卖嘛 不然的话呢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虽然是成熟制成 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上 扮演非常重要 那中国现在政府啊 还是鼓励啊 做的这个中国的 像什么中芯国际啊 这些半导体产业 不要急没关系啊 还是啊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嘛 对不对啊 这个不能做5不能做3奈米 没关系我们做28奈米 是所以我们看到呢 其实不管像是ASML啊 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日本东京电子 美国想卡脖子卡半天 但是却看到去年一整年 整个ASML销往中国的 DUV光刻机高达1500台 吓死人了1500台 所以你说你这个卡脖子卡半天 没想到ASML和中国的销量呢 哇也是比这个2022年 高出好几倍了 好消息是好消息 但是据说呢 最近美国突然发现了 中国做28奈米啊 太有影响力啊 这个也会说的不好听 中国的这个芯片呢 如果对某一些国家这个限制出口啊 那些国家的这个产业啊 就要命啊断命啊 没错 所以呢听说美国现在呢 对于中国制造28奈米这个成熟制成啊 它准备要有一些对策或有一些意见或有一些限制 嗯 也就是说制造28奈米 其实你看不仅仅是技术方面 还有一些材料方面 对 说不定也会卡中国的脖子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要做好准备了 因为说真的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能力实在很弱 对不对 芯片制造能力啊 对因为做芯片坦白讲耗能了 对啊 要用大量的电大量的水啊 才能做芯片啊 那当然还要技术要资金什么 这个美国现在与它经过那么多年啊 这个全球一体化之后啊 这种这种活它都不接着了 它顶多就设计啊 什么啊 然后就丢给你们 你们去做啊 那这个耗能啊 有污染啊 什么我都跟我无关啊 这种观念 是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做的最损的一点 就是让这些先进的大厂去美国设厂 结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你看现在多惨台积电惨的不得了 听说那工程师啊 很多人去了以后都有点后悔 为什么那种亚利桑那 各位要知道 你那个各种 虽然大家去的都是同行啦 办公室那么多人啊 可是你的生活圈突然之间就缩得很小 就是公司回家公司回家 那个荒调野外 你也没什么社交圈 也没朋友 这个久了以后赚钱归赚钱 人会觉得很孤独啊 对而且关键是企业文化 和整个的地区文化不一样 很难你说在这个美国这块地方 能够制造出像台积电这样子的 能够不断的有这种产出和产能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为台积电的工程师啊 拿的待遇啊在台湾算高的啦 那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呢发现 美国的待遇都差不多嘛 你知道那种失落感就有了嘛 因为你如果赚的钱呢 在这个台湾赚钱在台湾花 那是一种感觉觉得说是高收入的 所以到了美国以后 你也不过就是中等收入嘛 对不对 然后又那么苦 还有这个全家这个福老西老挟幼的 跑那么远对不对 所以听说现在好多人都不去了 就想想你说在台湾生活多丰富 因为它的整个的半导体产业 是一个集群的 孩子可以上学 周围有同学啊 什么吃饭啊 什么交际生活 人还是要活下去啊 所以这个说现在美国 逼的这些半导体产业 把厂迁到美国 我觉得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因为2024年了 各位看这个现在变数太大 是大家都在看都在等 都在等啊 听说不管是以色列 或是泽连斯基啊 乌克兰的大家都在等 等谁呢等美国总统选举 没错 看这个拜登是继续连任 还是换人 因为换人以后 很多政策都会变 对不对 听说内坦尼亚乎也是啊 听说他在等拜登落选 那人家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边走边看 关键是你说像台积电 这样的大厂 去美国其实就是为了拿补贴去的 你的补贴未来还能不能跟上 他那个补贴啊 对他来讲小儿科 但听说如果他不去呢 美国就给他贴标签 所有美国厂的订单就不给台积电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在江湖啊 对没办法 身不由己 对对 成都紫老虎欢迎啊 这个他留言28奈米只是体积大点 功耗高点 对于车载设备来说无所谓 而且稳定性比几纳米的要好 而且又便宜 对而且其实中国现在也就像戴威老师有之前说过嘛 说有一个叠加技术他其实要做的是用DUV光刻机 然后呢把它变成7奈米的功效 简单的讲就是把比如说 讲做个比喻不一定对了 三个28叠在一起变成一个芯片 这一个芯片的功能呢大概差不多快达到7奈米的效果 对但是就像讲的他可能耗能高了一点 但是呢他的速度很快 对不对速度很快啊 这个公子墨怎么说 公子墨说感觉短期内啊 半导体在美国发展不起来 这个确实因为人 对听说这个台积电跟这个美国工会啊 最近忙了一年多才达成协议 美国工会很那个的 对很有力量的 这个连这个台积电你说很牛对不对 到那边没办法对不对 这个人在江湖还是要腰要弯了 对而且各地的 扯了一年啊 对各地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取长补短 美国现在呢是都小样把长处拿 全部囊括在美国 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美国是这样子 任何公司呢成立之后呢 这个工人有权利啊 去加入工会或发起 成立一个新的工会啊 那隶属在什么大的这个 职业工会的下面 那当然呢很多这个外国厂商 就是中国老板啊 大家都希望呢 我们工厂不要搞工会啊 因为搞工会麻烦嘛 这个有工会啊 第一这个劳资谈判 没错就是一个啊 这个谈不拢啊 没有一个人点头答应的话 这个就大家都不做工了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劳资谈判的时候呢 他们去开会商量 这个也要算上班时间 你还不能说不算 对不对 他没事呢 他叫野猫式罢工 大家突然呢 这一个钟头通通停下来不动 一个钟头后继续做 这种罢工 他什么花样都有啊 所以很多老板呢 都希望不要有工会啊 我福利可以给你们好一点 待遇可以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美国因为久了以后 这工会文化 曾经把波音公司都快拖垮 波音公司的工会啊 有办法要那个员工的退休金啊 一直领到再见那一天为止 就是波音公司当时不答应是吧 最后妥协了 不妥协 所以后来那个波音公司啊 从美国华盛顿州搬走 就是因为那个华盛顿州那边的工会太厉害了 吃定波音 难怪波音啊 还有空客啊 比C919贵那么多呢 对啊 有意思啊 支付退休工人 所以太有意思了啊 这个太有趣 好